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无巴雅 听完他这一番话 大殿中不少开天镜都面露古怪之色 他们也不是傻子 与顾知信相处这么多年 更清楚他的为人 只怕当时顾知信从郭苗娜 取走两分四品资源 用了不少心思 根本不是借取那么简单 甚至说 此事自己回首 到底事先清楚不清楚 也是两说 那郭子言寻女儿来 我谢红舟好生招待 只是不知为何 却连夜潜逃了出去 顾长老怕是他生出什么误会 便追了上去 应该是想解释一二 然而 便在方才有弟子禀告 顾长老的魂灯忽然熄灭 云兴华一脸悲痛之意 痛心疾首之情 异于言表 不但是顾长老 还有熊知识 染堂主等五人的魂灯 也都先后熄灭了 什么 大殿中众人一片哗然 纷纷扭头思望 果然没见到云兴华提起的那几人 算上顾知信 血红舟这边 可是一下子死了六位开天 这样的伤亡 对血红舟来说 虽不说伤筋动骨 但也损失巨大 而且 云兴华面色凝重 浑室四周 徐徐等 顾长老和熊知识等四人的浑灯 是同一时间 瞬间熄灭的 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响起 不少下品开天 面色陡然苍白 如果说顾知信等六人的死亡 让他们感到震惊的话 那四盏红灯同一时间熄灭 便让他们惊悚换分了 红灯同一时间熄灭 便意味着 这四人是在同一瞬间 被人打杀的 这让他们不得不多有联想 顾知信是三品开天 其他几个都是良品 联手起来能发挥的战力并不弱 能将他们瞬间灭杀的 到底是何风神圣 四品开天做不到这种程度 能做到的绝对是无品 甚至无品之上 莫不是那赵百川 今次出手了 关性魁梧大汉的表情 也是凝重至极 他会有这样的联想 也理所当然 郭子言是赤星的人 赵百川是赤星大当家 若是他为郭子言出头 也说得通 云星华缓缓起身 不管是谁出手 斩杀了顾长老等人 诸位 我谢洪州 极有可能要面临一场大截 稍有不慎 便是万劫不复的局面 还请诸位与本座 陆立同信 一起应付这场 可能到来的灾难 有人上前一步的 魁少 你的意思是 那人出手杀了顾长老等人 还会来我谢洪州滋事 云星华道 不排除这个可能 那人道 纵然那出手之人 真的是赵百川 不过此人也只有 无品开天而已 我谢洪州 确实没人是他的对手 但他若是想攻打此间 却也不是什么义士 云星华道 若只是赵百川一人 我谢洪州自然不拒 依托防护大阵 他总有无品开天的修为 又能拿我谢洪州柔和 只不过那痴星的情况 你们又不是不了解 但是中品开天便有数位之多 之前十几年也不知隐匿何处 如今重新出身 只怕实力非同小可 之前那温若书生道 若真如此 我谢洪州万万无法抵挡 魁少 我建议向金鸿阁求援 这金鸿运是金鸿阁的底盘 我谢洪州也隶属金鸿阁统帅 还轮不到赤星来撒野 云星华没露复杂之意 缓缓摇头道 怕是来不及了 若来人真要为难我谢洪州 一两日内便会出现 我们就算是去向金鸿阁求援 时间也赶不上 更何况金鸿阁 怕是不一定乐意前来相帮 众人闻言 面色凝重 云星华当年被金鸿阁打压 逼不得已竞争三品开天 如今苦修数十年 重新得到了四品的力量 金鸿阁那边恐怕也不乐意见到 若真向金鸿阁求援 还不知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说不定人家会选机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 求援之事不必再提 最近一段时间 我希望诸位能够提高警惕 外间担忧任何风吹草动 立刻雷爆 是 众人轰然硬怒 四散抬来 在所有人累去之后 云星华才一咬牙 狠狠地一针 砸在椅子的扶手上 咬牙骂了 我只信这次 我大事 他被打压 不得已竞争三品 如今既获得了四品的力量 已经可以展望五品了 以他的资质 只要有足够的资源 两百年之内竞争五品开天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而那个时候 恐怕也正是金鸿阁老阁主 嫁和归去之时 金鸿阁除了那老不死的之外 其他人根本不被他放在眼中 到时候给他五品开天之力 这整个金鸿队 又有谁能是他的对手 一桶金鸿队 让雪红舟 凌甲金鸿阁之上 并非难事 如此才能报得 当年被打压之仇 然而美梦才刚刚开始 竟就遭遇这样的变故 那未知的强敌 能在瞬间斩杀四位下品开天 他自负绝对不是对手 便是雪红舟由大阵依托 也未必能抵挡地下来 未来该何取何从 他竟是有些迷茫了 面色阴沉地思索了一阵 毫无对策 只能期望来迭的实力 并不是那么强大 能够知难而退了 然而这份期望 在短短一日之后 便轰然破碎 伴随着一声巨响 整个雪红舟似乎都在阵痛不休 同胞的能量四击 雪红舟一阵鸡飞狗跳 那些实力瘦弱一些的弟子 在这一次的震动中 竟都口鼻流血 狼狈不堪 更有甚者甚至直接昏迷了过去 云星华从修行之所闪身而出 黑眼望去 一眼就看到在雪红舟大阵之外 那一朵巨大的莲花 莲花徐徐旋转 每一片花瓣都打造得精美至极 仿佛一件唯美的艺术品 但云星华却是从中感受到了惊人的力量 这绝对是只有二等势力 才能打造出来的秘宝 而且是那种底蕴相当雄混的 二等势力才能拥有的 惊鸿阁就有一件类似的秘宝 换作惊鸿台 耗费了无数资源 一瞬间 云星华的嘴中满是苦涩 此时此刻 雪红舟的防护大阵 已经开启 一层透明的光幕将整个雪红舟笼罩 而那光幕的某一处 却有一个深深的凹坑 正在缓慢恢复 云星华眼角跳了一下 心知这凹坑绝对是被莲花给撞击造成 这莲花里的人什么来头 竟用这样的秘宝 硬汗雪红舟的防护大阵 这是疯了吗 要知道 这等秘宝虽然强大 但造价不菲 一旦有所损伤 修复起来也不是什么意识 是以不管哪个势力拥有这样的密报 一般情况下都会爱护有加 轻易不会让其受损 可来人倒好 竟直接用莲花撞击大阵 这是何等狂暴 而又毫无人性的做法 正这么想的时候 呼见那莲花徐徐后退数百里 然后化作一道流光 急速朝血红舟撞来 云星华牙子欲裂 一股狠义从脚底板涌上了 直冲头顶 毫不犹豫 直接祭出了大阵欲绝 拼了命地往内灌入力量 凤凰调动防护大阵的威能 整个血红舟内的天地灵气 在这一瞬间仿佛被抽空了一般 急急灌入大阵之中 增强大阵之力 那透明的光幕迅速变得凝实 好似厚了几层一般 才刚做完这些 那莲花便轰然撞上了大阵光幕 肉眼可见的光幕狠狠凹陷了下去 巨大的莲花 仿佛一柄无间不摧的雷剑 直刺血红舟要害之处 大有要将血红舟撞得粉碎的气势 空的一声巨响传出 血红舟一阵地动山摇 云星华背后 一棱小强坤世界的虚影一闪而逝 世界为类空然跌倒 大阵之威不负期望 厚重的光幕似富有弹性的皮球 将那莲花弹了回去 但凹陷下去的规质 却是久久无法恢复 云星华闷哼一声 倒退三步 口鼻一血 脸色微微有些苍白 他掌控血红舟大阵 心神与整个血红舟相连 血红舟受到震动 连带着他都有所反噬 滚手 一道道身影急驰而来 在他身边站定 都面色惊悚地朝外望去 云星华压下心头风滚的气息 隔阵高呼道 来者何人 还请住手 有话好说 他本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防护大阵之上 可如今看来 这个希望已经破灭 防护大阵纵然可以坚持不被打破 他却是有些承受不住了 那样的撞击不需要太多次 只要再来个三五次 他势必要深受重创 到时候大阵不攻自破 巨大莲花毫无回应 反而又一次徐徐 拉开数百里距离 流光闪现 继续撞来 巨像阵天 无数血红舟弟子昏倒在地 便是那些下品开天 四爷有些承受不住这样的撞击 一个个身形亮腔 面色难看 而负责主持防护大阵的云星华 更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气息陡然萎靡 不过纵然经历了三次撞击 血红舟防护大阵依然没破 这就是阵法的强大之处了 纵然血红舟不过三等势力 可依托阵法之威 也能抵挡得出 比自身强大的来犯之敌 反倒是那巨大的莲花 在三次撞击之后 色泽稍稍暗淡了一些 看样子也是有所受损 莲花内传了一个 娇滴滴的女子声音 小郭苗 少爷替你出了口气 你要是觉得不过瘾 就继续撞下去 咱们把这个乌龟壳给撞破了 然后将这血红舟踩碎 血红舟内众多开天井文言几乎吐息 这般凶悍丧心病狂的做法 竟只是给那郭苗出气的 那莲花内到底藏了什么样的疯子 正胆战心惊之时 又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 谢谢大人 弟子如今 只求爹爹能够平安无事便好 别误他想 会统一 官姓男子在云兴华身边低声道 是那郭苗的声音 郭苗在血红舟内也生活了不少年 官姓男子也认得他 自然能听出他的声音 云兴华凝重汗手 虽早就猜到 那斩杀顾之信等人的凶手 不会善罢甘休 却没想到 来人会这么快 就现身在血红舟外 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头之怒 抱拳道 血红舟云兴华 见过尊家 敢问尊家高兴大明 可否现身一切 悬浮天外的莲花徐徐旋转 从两片花瓣的缝隙中 露出一道门户 紧接着一行两人 从那门户内现身 一个身形英伪的青年男子 背负双手 神情寡淡 一个妩媚动人的妇人 美眸顾盼身辉 云兴华眼帘微缩 只因这现身的两人中 那妇人身上赫然弥漫着 让他感到惊悚的力量气息 而这种气息 他只在惊鸿阁的老阁主身上 感受到过 六片开天 观醒男子低呼一声 脸色瞬间难看到了几点 其余的开天镜也都是心头一尘 面色气气 吞咽口水的生眼此起彼伏 怎么会是六片开天 这下血红粥怕是踢到铁板上了 怪不得顾知信和其他几个知识当主 会在一瞬间被人灭杀 原来对方有一位六片开天 如此强大的力量 哪个下品开天能够抵挡 不过纵然猜出顾知信等人 是死在这美貌富人手中 血红粥诸多开天 也不敢生出半点怨对报仇之心 整个惊弘狱 也才只有一位六片开天而已 那惊弘阁的老阁主 以一己之力 镇压惊弘狱数千上万年 在此狱之中称王称霸 主宰惊弘狱 无人敢有所忤逆 可见六品开天的强横 纵然之情 真的向那金鸿阁求云 金鸿阁恐怕也不会来趟这趟浑水 那老阁主寿缘无多 又怎会为了血红粥 来得罪另外一个六品开天呢 云星化满嘴的苦涩 目光看向那富人身前的那个青年 那青年虽然气息不鲜 但明显只是一个底尊镜而已 可云星化却不敢有半点小趣之心 反而面色更加凝重 古他只因这青年所在的位置 竟比那六品开天的女子还要靠前一步 这说明什么 这无疑说明青年的身份 比那女子还要更高贵一些 甚至可以说 那六品开天的女子只是他的随从 冷汗刷的一下从额头渗了出来 云星化隐隐感觉 这次似是招惹了什么不得了的存在 压下心头嫉妒 云星化客客气气地抱拳 沉声道 谢红州云星化见过两位 敢问两位怎么称呼 杨开面无表情 一言不发 叶和笑吟吟地说道 我家少爷乃是虚空地的主人 虚空真君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